什麼訊號?部分銀行暫停發拍 斷工人越來越爛氣 中國網絡舉報成封 工檢化人員易務處慎怨 趙君素、民主黨議員團訪問台灣 中審法院駁回禮等七人集會案的上訴 在影片最後,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旅遊推薦 幫助你發現新的旅行靈感 沒有錯過 《關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紅潮秘聞》 我是利文 今天是8月13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最新傳出與中國發拍房市場有關的消息 顯示中國銀行系統已經是搖搖欲墜 但中共地方政府還在想辦法逼人買房 最近從網上傳出消息說 中國部分銀行已經暫停發拍房 欠款訴訟流程完全或者進入尾聲 就差一個執行申請就能拍賣 如果按以前 銀行行不得馬上抄家 但現在部分銀行卻停在這一步 網民七嘴八舌 有人認為是因為發拍房太多 當局要休息一休 保住房價之籌報 有人說 斷工太多了 發拍房對席如山 拖著不拍 最少不會計入銀行的壞帳 其實 從4月起就傳出有業主斷工後 卻收到銀行通知說不要房 可以延期滑貸 中國網民反而擔心說 銀行到底在這裡怕什麼 銀行估計不要做因人 而是斷工太多 被逼得無奈 這個證明現在的形勢是難以估計的嚴峻 想一下都怕 機構統計數字顯示 今年上半年 中國住宅類發拍房 花牌數量達到20萬2千萬間 比去年同期增加12% 但成交率比去年同期下降8.8% 儘管發拍房市場已經被中國房市亮起了警示 但另一方面 中共地方政府卻還想方設法刺激房市 8日傳出 省匯城市鄭州 取消限跌令 房價以後可以上跌就跌 估計這個口一開 全國都會更進 有網友發影片透露 深圳發拍房7月 樓派量已經高達69% 也就是掛牌10套 只能夠拍出去3套 有些銀行從4月開始拒收斷工房 儘管是這樣 現在全國範圍內 又在強調降首付降利率 做影片的這位網民說 說句真心說 這就是連窮人都不放過 背後邏輯就是叫你買不起房的人強行上車 共同承擔現在這個系統性風險 大家可能沒想到的是 強行上車的後果之一 就是斷工越來越多 但房卻拍不出去 最後只能夠 扔在銀行的手裡 想一想都覺得可怕 一個社媒帳號發截圖爆料說 一位深圳前銀行的行長說 未來會有1000萬人訪斷工 現在斷工的已經是300萬 其中大多數人已經不在乎被起訴 被發拍、被失信 都無所謂了 反正目前背景下也都賺到錢 欠得越多,越無所謂 債多了不收 眼看前途無望 中國人開始硬氣起來了 面對債務 乾脆也都躺平 這個只能加劇銀行業的危機 未來如果銀行現金流 無法支撐 储戶拿不出錢 不知道會不會選擇繼續躺平 還是會硬氣起來 爆發社會抗爭 進而威脅中共政權 中國民眾 通過網絡舉報社會不公的現象 佔成風潮、人權組織支出 中國網絡舉報的現象 顯示了民眾在現實中 無法圖得公正 甚至公檢法的人員 也出示身份證 進行實力舉報 而廣受輿論的關注 民生觀察8月11日發佈披露 8月5日 福建普田市 涵江區法院法官 吳強發營片 申明舉報 涵江區法院原院長何文珍 蒲田市中級法院黨組 政治部主任王志強 兩人在人事調動上 買官買官 8月6日 原盤山原法官 郭大偉 網絡申明舉報 調令省高院執行局長 王盟收仇賄賂 供款吃喝 買官 探戶 濫用職權 製造冤案等罪名 8月7日 河南省州口市公安局警察 劉例 在網絡申明舉報 河南省高院 少年審判法庭法官 周青松等等 民生觀察自出 中國的網絡申明舉報現象 雖然體詞簡單 但實際上充滿了風險 首先,公眾的網絡舉報 很容易被以各種的名義刪除 被打擊報復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 採訪了悉尼科技大學 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爾教授 她表示在中國 一般民眾都是維權無門 下面哪怕在警察部門 或者警察部門做公安家 他們本身 很多人也受冤 鼓起勇氣來 說一些真話 他們找些機會來舉報 發生這樣的情況 是將他們內部屬於內幕 就是屬於司法機構 公安 警察局 這些內部 將它揭露出來 很多人求得良心的安力 另外,馮崇爾譴責公檢法人員 探葬枉法的事情非常普遍 無法無天 這種探葬枉法的事情 非常普遍 她現在那些人出來舉報 只是冰山一角 就是一些人 忍無可忍出來舉報 但他們出來 只是很少很少一部分 和他們類似的這種情況 非常普遍、非常多 美國聯邦眾議員 馬來年斯特里克蘭 遂領民主黨議員團 於8月11日到8月15日訪問台灣 台灣外交部表示 誠致歡迎議員團來訪 彰顯美國國會 對台灣及台海和平 和穩定的堅定支持 外界注意到 美國大選日將要臨近之際 兩黨參選人 有關台海安全 和對華關係等成為本屆大選的 熱門議題 台灣外交部在聲明中表示 美方訪團成員 有聯邦眾議員 朱利亞·布朗利·吉爾·德田 莫利·克洛克特 及所屬幕僚 聲明說 訪問團在台期間 美方議員 將會會見台灣總統賴清德 副總統蕭美琴 並接受外交部的款待 雙方將在針對美台關係 台海及區域安全局勢等重要議題 教援意見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 採訪了美中台戰情室 主港人趙君索 他認為 美國議員團來訪 與美國大選無關係 台灣仍會對此表態 這個選舉 我們也不能表態 民進黨的立委 也準備要去美國 參加民主黨 全國代表大會 民進黨非常重要的立委 王定宇 他在面書上寫 說就只是禮貫 並不代表說 我們去參加就是支持民主黨 表態的話 這樣會非常尷尬 選錯邊一邊 好像8年前的時候 當時的確沒有人想到 川普會當選 然後第二 這次 以這些來的 這些議員陣容 感覺他們並沒有和總統候選人 郝錦麗有特別關係 趙君索美國議員團訪問台灣 可以更好地了解台海和印太形勢 他們越是經常來台灣交流 越有機會將來能提出一些有台或抗中的法案 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說還是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想我們的總統或者和他們見面 政府官員 就是要盡可能 叫他們對台灣情勢 有更好的了解 他們從此以後 能夠更關注台海 尤其是因為眾議員人數比較多 但這個議員的狀況 比較之前 這個更需要 我們政府和他們建立一些管道 或者是給他們更多的背景知識 叫他們能夠 從此對台海 或者是這個印太形勢 有更多的關注 香港中審法院法官 12日一致駁回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7人上訴請求 黎智英等7人 因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組織和參與武經授權集會 已被判罪 7名被告就判決提出終極上訴 要求中審法院處理行使和平就會權的爭議 但法院決定不跟隨英國最高法院近年案例 香港未來能否維持普通法制度 人法擔憂 對此時事評論員桑普律師 對自由亞洲表示 香港的法制是沿用普通法制度 在1997年後 並沒有要求香港法院裁決時 必須參考英國相關判例 但過去香港中審法院就具爭議的案件或人權案件裁決時 經常會參考英國的案例 他擔心 這次中院不採納英國案例的做法會成為慣例 他說 我看到人權的狀況是一步一步在收緊當中 以前香港法院是很樂意將自由、憲法、 法治國家的判例原則運用到香港 現在就停止了這個運用 另外 流亡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表示 中審法院的判決是法律爭議的最終判決 這次判決進一步限制港人的自由 增加政權可以對民主派人士進行政治迫害的工具 他說這次判決是將基本法 對港人集會自由的保障作自我了斷 而且在法律上 很多同類罪行都沒有檢控的時限 在這次判決後 政權可以用中審判決的最新標準 選擇性去重新檢視過往的集結和遊行 特別是有政治人物和人權倡議者參與的和平集會活動 中審法院這次判決成為港府秋後算帳時可以使用的工具 東京大學訪問研究員潘家偉在香港曾參與聲援中國維權人士的遊行 他說 我們過去在香港又舉辦聲援陸曉波、高志成等人士的一些小型遊行 過去是連申請也不用申請 我們只是通知警方而已 現在這個案例是將集會權交到警方那邊 這與國際上的標準完全不一樣 通過這樣的法律程序來宣布香港基本系 沒有了集會的自由 潘家偉擔心限制港人各方面自由的情況 日後會越來越普遍 自2020年12月以來 黎智英已被單獨監禁超過3年 上個月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村謀勾結外國勢力等3項國安罪名成立 並駁回辯方關於終止審訊的申請 近8名例子舊金山灣區、洛杉基和拉斯維加斯的中國民運人權人士 10日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前舉行集會 要求中共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成 13日是高智成被迫失蹤整整7年 他的妻子港和 10日也來到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前發表演講 抗議中共令高智成失蹤7年整 高智成從1996年起 替弱勢群體辯護、維權、代理眾多信仰案件、土地維權等案件 被譽為中國良心律師 從2004年起 他多次上書中共高層 要求改變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迫害手段 並於2005年11月 同妻子一起公開宣布退出共產黨 高智成因維權活動 長期遭到中共當局的騷擾、好客和關押 2014年8月7日 高智成刑滿出獄後 仍被當局軟禁 2017年8月13日 他在一些維權人士幫助下 逃離瀋西路格 在山西準備就醫 但於19日被警方發現帶走 被強迫實踪自禁 錦和女士在會後 接受了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在過去七年中 為了尋找高智成 用盡了所有方法 但仍然沒有他任何消息 加州雕塑家陳惠明先生說 高智成是中國最傑出的法律人士之一 但他放棄了自己的優越生活 毅然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和法律尊嚴 進行立憾 中共對人權的打壓、對中國英雄的打壓 從高智成到彭立法 到現在的方偉獄 他們一浪又一浪地 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貢獻 陳惠明表示 他將會為這三位勇士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園數像 在中國自由到來的那一天 為三位勇士舉杯 迎接他們回歸自由 希望之旅 一個可以叫你信任的旅遊服務 精品小團 不溝密 不趕勞 不拼團 獲得團友 一致好評 這是一個非常精緻 細膩 高雅 非常溫馨的團 我們的成員在一起 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覺得整個人安排非常好 設計得很全面 這樣一個團 也是很幸運吧 跟希望之身的旅遊團很開心 9月的東歐充滿了童話和浪漫 德國 折克和奧地利三國 卻又在歷史的洪流中 走出了完全不一樣的路 這是一道 什麼歷史和景色呢? 10月 11月 日本 台灣雙島友 享受美麗秋天同時 還可以在台灣體驗 高級全身健康檢查 以上名額有限 快點參加我們的旅遊團 包美二線 1855-955-5227 發郵件聯繫我們 或者點擊置頂留言中的鏈接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字幕提供